领证前两天女友贷款 四百万偷偷拿下一套大别墅 事后一副受伤的样子 哭诉着说我是拜金男 以后我整个人都是你的房子 写谁的名字 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知道你不是斤斤计较的人 才想着要给你一个惊喜的 没想到呜呜呜 我感觉智商被严重侮辱 劝他花两块钱去超市门口 要明白了再回来 他却在同一时间 给另外三个绑一大哥 发约炮信息 哥哥晚上出来玩吗 想和哥哥深入交流下 他不知道那三个备胎 全是我小号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 双方连席帖都发出去了 你这个时候 跟我提取消婚礼耍我呢 咖啡馆内 09儿一身浅子超短包囤裙 铜色小吊带性感火辣 与刚认识他时的 可爱灵动大相径庭 他宁谨眉心语寒愤闷 精致的小丽脸上满是不爽 本来我只想取消婚礼 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却在低头看手机上 跳出来的信息时 眼里的感情一点点褪去 小号小小号甚至被用号 都在一分钟前 好多下 呜呜 我好笨啊 没穿内衣就出门 有个猥琐大叔说我波涛汹涌 怎么回事 喝醉了好害怕 一个人孤零零的没人陪 还被人跟踪 哥哥可以疼爱我一次吗 套套黑丝 还有那种药我都准备好了 求求了 我只是个无依无靠的小女孩 只想感受下 被爱情滋润的感觉 不堪入目的月炮信息下 是好几张 让人看了血脉分章的照片 照片中 09儿穿着暴露内衣 眼神迷离 让人一下就迸发出最原始的冲动 而此刻 我的心却如同被泼了一盆凉水 透心凉原来人真的会在一瞬间 一把火烧了心中所有的执念 我和她是奔着结婚谈的恋爱 表面上我是个年入二十万的程序员 为了不伤她自尊 在背后用尽人脉苦心 开了三个小号 帮她从月入三千的文员 摇身移变成了大厂总助 以及小有名气的十万粉丝博主 我们谈了一年准备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却发现她在领证前两天 贷款四百万 偷偷拿下一套大别墅 这是一个为我量身打造的陷阱 在我们把洗铁发出去后 她偷偷买了房 要是买早了 铁定会掰 买完了就成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她掐准时机 卡在这个点上 让我骑虎难下 最终屈服于外界压力 让我不得不妥协 若真和她结婚日后 我将累死累活帮她还十年房贷 还要面临她随时一个不高兴 就把我赶出家门 最后人才两空 惨死街头的风险 我不是傻子 有基本的法律常识 并感觉智商被严重侮辱 劝她花两块钱去超市门口 聊明白了再回来 她咬牙切齿 将包包甩在沙发上出气 陈荣我真是看错你 没想到你这么虚荣 大老爷们竟然抓着 这么点小事不放 害不害臊啊 我都替你感到丢人 说不过我就改用道德绑架 她处心积虑设计着出戏 我没上当 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谴责我败金虚荣 她进大厂三个月 别的没学会 倒是把渣男的套路 学得丁丁好 迎着她愤愤不平的目光 我懒洋洋地靠在卡座上 嘴角扯出一抹 似笑非笑的弧度 从现在开始我们分手了 还有别道德绑架我 对你这样的人 我没有道德可言 再也不会为喜欢的鞋子 磨破脚因为我长激性了 被我的话深深刺痛 她拔高音量指责我 都快三十岁的老男人了 烂活破鞋一个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什么屌丝样 还敢跟我提分手 去死吧你 滚烫的咖啡 泼在我脸上的那刻 我对她最后一丝留恋 到此为止 拿其中一个小号 给她回复说 马上到 收到信息的那刻 092脸上的阴霾 一扫而空 瞬间换成掩饰不住的得意 不懈地怯了一声 陈荣你记住 是我不要你 不是你甩了我 以后你别哭着来求我 说完转身奔向不远处 一家夜店态度 足以说明一切 望着她迫不及待 离去的背影 我陷入沉思 今天约她来咖啡馆 本意是想 将自己身份的底牌 亮给她 现在看来 她没必要知道 我家做的小生意 其实是一家上市药厂 我回复092的小号 是她直播间的榜一大哥 人设已婚有娃 在这种情况下 她甚至连房都早早开好 说要洗白白了 躺在床上 等榜一大哥来了 随便怎么玩她都行 我冷吃一生 以前我捧在手心里 是若珍宝的人 没想到 在别的男人面前 如此拙见自己 这个号在她直播间 不过花了四五万 可我给她打的彩礼 首款就有二十万 二十万还只是 十分之一而已 她脑子到底是怎么想的 打脸要当面才有意思 所以我如约而至 夜店门口却空无一人 我没在意 以为被放了鸽子 可第二天 她却踩着恨天高 红光满面的出现 一副被爱情滋润的 风生水起的嘚瑟样 刻意等在我下班路上 得意炫耀 说她不过是 稍稍使了一丁点手段 男人就像疯狗一样围上来 对她殷勤被质争着 给她舔脚趾头 还细数我那三个小号备胎 是如何如何对她好 她自以为是地 证明自己魅力爆棚的行为 其实吊价 吊到沟里去了好吗 饱满的麦穗 总低头枯萎的麦穗 高仰脸 是金字总会发光 可她是老铁啊 摆不清楚自己位置的人 只会在利欲 和蓄荣心中逐渐迷失 我懒得听一个 不相干的人吹嘘 快步上了公交车 她却不依不饶 追到公交车上嘲讽我 愚蠢无用 年入二十万又怎样 还不是个挤公交的屌丝男 她幸灾乐祸地笑着 就你家那个小破厂 每月还得你补贴钱进去吧 还有你那住在山奥里的农村父母 就更上不得台面了 难怪你年入二十万 还买不起车 就你这种穷人思维 活该一辈子 当个打工仔 我越不理他 他就越来劲 不仅下了公交车 也追着骂 还掏出手机里的转账记录 对到我脸上炫富 看到没我就赔了他一晚 他就给我转了二十万 你干一年都未必能存到的钱 我只用了一个晚上 赔已婚男人睡来的胜利果实 不仅丝毫不觉得丢人 还洋洋自得正大光明 说出来给前男友炫耀 语气里的自豪和骄傲 简直堪比为国争光 谁给他的勇气良静如骂 我勉为其难地瞟了一眼 瞬间觉得头都大了 是二十万真金白银没错 可这笔钱 分明是我给他打的彩礼首款啊 打款人是我的理财专员 打款时间是昨天上午并非昨晚 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 他洋洋得意和榜一大哥共度春宵 可昨晚我并未找到他 那跟他一夜风流的人是谁 突然想到很多人会半夜 去夜店酒吧门口捡尸 难道我好心劝他被人骗了 这钱根本不是昨晚那个男人 打给他的 他却说我有病吃不到葡萄 就说葡萄酸 还让我去医院检查下脑子 我找人查过榜一大哥的真实身份 是个神秘医药公司的独子 平时财产都有理财专员打理 绝对没错 我竟无言以对 有种公式都对答案却错了得无力感 不是这他根本听不尽粗暴地打断我的话 陈荣你就承认吧 你就是看我离开你过得这么好 心里不平衡 现在我被这么多人追之到后悔了是吧 可惜啊 天底下没有后悔要吃 他目光悠悠地在我身上转了转 嘴角挑起一抹捉弄的笑意 不过你要是跪下来求我 没准我会考虑下 让你做三 是不是全是谁 一度怀疑我以前是不是瞎了 怎么会喜欢上这样的人 甩开他的第一步开启狂暴模式 两条腿像踩了风火轮一样往前冲 嘴上也没歇着一阵连珠炮式的堆回去 你的智商是冲话费送的吗 自信又是从哪里批发的 便宜货才需要被抢破车才需要备胎 如果你想不明白再去超市门口花两块钱 姚明白了再回来 说完我转身进了小区 他在后面歇斯底里的喊 陈荣你等着你会后悔的零九儿不甘心 还想追进来继续杠却被保安拦着 媚眼抛的都快成白内障了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就是死活不让他进 一个破农民房小区还敢拦我 你是不知道我男朋友开宝马吧 宝安笑用了自豪的挺直腰杆 那不好意思了 我们这业主的最低配置是路虎 宝马那是业主给保姆买菜配的车 这有点超出零九儿的认知 他半信半疑的后退一步 慢慢仰头仔细打量 大门金碧辉煌 差点亮下他那24K纯钛合金狗眼 远景犹如宫殿后花园 有种他奋斗这辈子下辈子 甚至像天在界五百年 都住不进来的阶层感 他愣在门口感受到了一点点震撼 保安骄傲地说 小区不对外租赁住户全是业主 他直接破房 撕扯着嗓子像被人追着 砍了五条街一样歇斯底里 我要告到中央去 严查 必须严查那个叫陈荣地冒充业主装有钱人 保安白了他一眼 一副完全不想跟他聊下去的样子 要不是他们有保密协议 不能透露业主私人信息 真想对死者女的 快要到入户口时 有人小跑着从后面追上我 陈荣没想到真的是你 一身还没来得及换的银灰色职业妆 将玲珑的曲线秃显得十分到位 海棠般浓腻的黑色长发随风飘扬 一双眼眸极为灵动 还透着阴影的笑意 是个落落大方的职场丽人 和我对视的瞬间竟墨地红了脸 好半天我才认出来 这竟然是我小时候的邻居 因为酷爱每天拿着剪刀做娃娃 经常看谁不爽 就拿着剪刀咔嚓咔嚓吓唬人 人送外号一剪眉的诚可心 没想到长大后的她 竟跟她的名字一样 可可爱爱笑若烦心 完全没了小时候母老虎的影子 我们一路有说有笑地聊上楼 她好奇我怎么在别的公司当程序员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因为不想打理家业 被我爸踢到国外流放了几年 回来后又被她安排 到鹅厂体验生活 我们聊着聊着才知道 小时候我搬家后没多久 她也去了国外前不久才回国 现在竟然就在092所在的公司 担任首席执行官 以前为了方便照顾092 我特意在她旁边租了间民房 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 按电梯的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程可心已经在我家对门 住了三个月 得知我不喜欢开车 程可心主动提出 每天上下班顺道接送我 她娇称着捶我一拳 红着脸说 让我给她付司机的工资就行 我俩一拍集合 就这样愉快地一起上下班 这天快下班时 客户约我出去看稿件 凑巧就在程可心公司附近 谈完合作 眼看马上就要下暴风雨 我提前到她公司门口 等她去碰上了092 看到她的瞬间 我经的下巴直接掉地上 她看我这副表情 笑得花枝乱颤 我还以为你有多清高呢 才一个月不见 就想我想到来我公司读我 烈焰红唇一张一合 宛如痴人的血口大盆 自以为惹火的手指 勾住我的衣领一点点拉近 嘴上说着 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嘛 舍不得我就直说 毕竟像我这样的优质骨 错过了这辈子 你都不可能找到比我更好的 像戳瞎自己的眼睛啊 不是谁家好人 穿一身妖娆性感夜店装 来上班啊 我对着垃圾桶一阵狂吐 差点把隔夜饭都吐出来 还搔手弄姿 以为公司是她自己家嘛 我直接了当地告诉她 你省省吧 我宁可出家当和尚 也不会再喜欢你 0922表情有些怪像 被人吓得降头一样 说完我这话 不但不怒 反而夹着嗓子无嘴娇笑 欲擒故动的小东西 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呢 偶一老是求放过 我刚想拔腿就跑 一道轻力的声音 越过人群传过来 陈戎抱歉让你久等了 我刚结束会 一字在看见0922的装扮后 直接卡在喉咙里 愣在原地 眉毛皱成穿字瞪大眼睛 表情比见了鬼还要惊悚 我双手一摊看吧 我就说不止我一个人觉得累 她盯着0922脖子上的公牌 足足一分钟 极力压抑自己的盛怒 轻轻开口 从明天开始 你不用来上班了 声音清冷如水 不见一丝亲切 牵你又是哪根葱 0922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 满脸不屑地讽刺诚可欣 没人要老女人 像你这种人 我见多了 不过是极度我比年轻漂亮 就想骑在我头上 邀我喝溜 我可是凭实力进来的 想赶我走门都没有 这是他们公司的事 我不好插手 也不想插手 坐在沙发上淡定喝茶 不到五分钟 从办公大楼急匆匆 冲下来一个人 自称H2 痛哭流涕的嚎叫 程总明查 这是市场部李总那边 特意关照 我们才破例录取进来的人 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一句程总 瞬间击溃0922的心理防线 他摇摇欲坠 脸上的表情 比被雷劈了还要震惊 刚才海趾高气扬 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为民 努力理解这句话的同时 脸色也跟着一点一点白下去 之前的嚣张和自信 随着真相被揭开 荡然无存 他咬着唇站在那 无处安放的双手 攥紧一脚手腕 微微有些发抖 像一朵经受不住风雨飘摇的小花 轻轻咬着嘴唇 一副可怜无助的样子 任谁看了都会心生怜悯 我想起刚遇见他那天 他被人欺负 也是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让我起了侧倚之心 休息室和大厅隔着一道茅玻璃 正直下班点 一大拨人从休息室旁边的电梯口走出来 好巧不巧 搭桥牵线的中间人李总也在 我打招呼 小陈总 您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 放心 您上次交代的是 我办得妥妥的 他一脸激动的跑过来 在我面前站的笔直 我特意给您增设职位 并把他给您当助理 这样您再开个小号 偶尔交代他给您取个快递啥的就好 放心 工作绝对清闲 绝对不会让他吃一丝苦 我家持有这家公司的30%的股票 是大股东 但不喜欢在投资的公司任职 为了零九儿 破例过一次 玻璃后的众人沉默片刻 接着 零九儿呆若目击地从那走出来 正正地望着我 面色一下子变得极为难看 连脸颊上的肌肉都在隐隐抽动 整个人如同被冰封住一般 难以置信地抬头 望向我 所以我进公司 不是靠我自己的实力 我转转杯子 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 迎着他痛悔的目光 将茶杯稳稳放下 不仅进公司靠的不是你自己的实力 你直播间的十万粉丝 也全是我拿钱砸出来的 他瞳孔皱缩 面部肌肉突然变得僵硬 喃喃自语 住高档小区 被总监当神一样供着 连首席执行官也对他一让三分 零九儿不断摇头 逐渐意识到不对 瞬间想到什么 仿佛被电流击中一般 眼神中充满了不敢置信和震惊 他忽然用一种奇异的眼神 上下扫视我 没少有些烦躁的骤气 语气依旧咄咄逼逼人 你 你到底是谁 我抬起手腕 看了一眼时间 摩索着腕表 懒懒开口 不管我是谁 现在都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 站起身 准备和承可兴离去 承可兴却突然挽住我的手臂 轻力地向我贴近 略带怜悯般地 给安静如迹的零九儿致命一击 你不会真以为 他只是个普通马农吧 幸运之神曾眷顾过你 可惜你眼瞎 我们静止朝地下车库走去 零九儿却突然出现 伸出双臂拦在眨口 神色郁郁 陈荣 我为之前的鲁莽向你道歉 你分明有点手段和背景 却不告诉我 你也隐瞒了我啊 我让他仔细想想 那天去咖啡馆之前 我有没有说过 想给他一个惊喜 他突然身子一颤 脸上变得像白纸一样 神情嫩嫩地重复着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承可兴一脚由门想走 零九儿却死死扒在车窗上 冒着被拖行的风险 咬紧牙关绝不松手 白皙的额头上 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承可兴双眸含煞 咬牙切齿地问他 是不是疯了 零九儿眼中闪过迷茫 略显焦躁的双眸死死定在我身上 陈荣 以前的事就当是我错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重新来过吧 我没有急着反驳 继续面带笑意地问他 还把我当工具人呢 照之急来挥之急去 他眼圈微微一红 楚楚可怜地说道 陈荣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 车撞墙了知道拐了 股票涨了知道买了 早干嘛去了呢 何况他的知错 是建立在知道我可能大有来头的基础上 如果我还是原来的普通程序员 此刻 他只会继续嘲讽我的无能 我沉默地往后痒了痒 嘴角擒着一抹让人看不分明地笑 你要跟我和好 那也不是不行 陈可兴反应很快 几乎在同一时间瞪大眼睛 握紧拳头 用他激光枪一样的双眸 恨铁不成钢地扫射我 零九儿则眼含七许 面露得意 眼底还有一抹胜券在握的自信 只是我刚刚才贷款一千万 买了一辆跑车 此话一出 零九儿的脸色立即变得不美妙起来 我装作看不见 目光悠悠地转向他 你既然这么想跟我和好 想必也是愿意打工帮我还贷的吧 这次轮到我 目光期许地望向他 眼神中充满了清澈的真诚 他把车窗的手 不知何时已经松开 原本异常坚定的眼神 此刻却飘忽着 身子也极度抗拒地向后仰 陈荣 你别吓我 你都能让大领导对你卑躬虚息 怎么会连这点钱都没有 一千万在他眼里 只是这点钱 没看出来 零九儿的胃口这么大 倒是把我给气笑了 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凭什么要给他 我吃笑一声 凉凉地扫了他一眼 面上浮起一抹淡笑 目光锐利地划过他的脸 突然看好戏一般地笑了 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你觉得我放着好好的公子叶不当 来讹厂当牛马 是为了什么 他不由的脸色一变 嘴上勉强说着没关系 身体却有了立马跑的想法 极尽可能地离得远远的 我轻笑着 寻寻善诱 你放心 我认识一个人犯 那啥 知名导演 像你这样胳膊戏又凶莫大的 麦 嗨 送到缅北当演员 绝对能出好片 见他表情逐渐惊恐 我眯起眼 目光一转 威胁的意味自在其中 由我举荐 保管你能演摆来几大型连续剧的女主角 也就待个六七年 我的贷款就能还清 等你从缅北回来 我们就能过上没羞没骚的幸福生活了 话刚落音 092立马弹开三米远 一副下头难 莫来挨劳子的嫌弃眼神 拔腿就跑 速度那叫一个快啊 望着踩着细高跟 都能几秒消失不见的背影 我感叹不去当运动员真可惜 这速度 这爆发力 高低 得拿个大满贯啊 诚可欣一直努力憋笑 把人生所有悲伤的事情都想了一遍 才堪堪忍住没露线 092一跑 他立即捧腹大笑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陈荣 山上的笋都给你夺霉了 我黑黑一笑 露出整齐的大白牙 小意思 小意思 对付无耻之人 就得用无耻之法 知道我是直播肩膀一大哥 以及自己摇骚的直属领导后 092深夜买醉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问就是他给我的备用号发了微信 当初刚谈朋友 怕吓到他 我亮出额场年薪20万的程序员身份 没想到即便这样 也让月入3000的他自残行贿 深感配不上我的092 在网上发帖求助 急急急 怎样才能让男票不看清我 他听了网友的话 准备报各种提升自己的培训班 将下班时间全部用在提升自己上 一刻也不敢松懈 我大受感动 为了不伤害他的自尊 我开了第三个备用号 以助梦人的身份 帮他报了各种身材 气质提升的培训班 并从头到脚 连头发丝都不放过的 全身无死角美容 每月两次大几万的花费 我直接订了一年 以至于092曾发视频 痛哭流涕地感谢我 言辞无比真诚 说今生无缘 来是做牛做马也会报答 接连受挫后 被用号打造的神秘人 成了他唯一的寄托 视频中 他醉得厉害 摇摇晃晃地走在 气冷的路灯下 像是心情不好 整个人显得沮丧又颓废 眼睛和鼻头都是红红的 卸掉浓妆 轻力的面孔满是泪水 身影单薄的仿佛 要随夜风一同飞走一般 断断续续 哽声缓缓倾诉 今晚的月色真好 要是有陈荣在就更好了 老师 你知道我有多爱他吗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能跟他在一起 我拿青春做赌注 用真情换此生 只爱他一人 哀哀七七地说着 白皙的额头上 因为伤心欲绝的痛哭 倾除晶莹汗珠 垂在柔白颈侧的湿发 看过来湿漉漉的眼神 眼尾还泛着一抹哭红 我见油脸急了 可我是个大笨蛋 竟听信小人谗言 疑不错 不不错 我很想告诉陈荣 那些言不由衷的话 都是家里人逼我的 房子也是父母逼我买的 我真想脱离那个吸血鬼家庭 他们把我当摇钱树一样 从不考虑我的感受 可我做不到啊 那毕竟是我的亲生父母 橘黄色的声控路灯暗淡 月光照得他身影更加鲜薄 那双眼结满愁绪 若柳浮风之姿 如同被风雨压得 不堪重负的繁重梨花 美丽又脆弱 苍白又无力 我伤了他的心 你说他是不是 再也不会理我了 我想不明白 以前那么爱我的他 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呢 他一定还爱着我 只是还在生气呢 是不是 说完这句话 就见他身子亮呛几步 跌坐在椅子上 两行青泪顺着脸庞滑落下来 一双眼睛在眼尾处微微下调 配上尖尖的下颌 整张脸的感觉完全变了 显得楚楚可怜 眼睛眨巴时 长长的睫毛扑闪 柔弱又无辜 仿佛一夕之间 回到我刚认识他时 那个让人心动联系的零九儿 跟先前的嚣张跋扈 完全是两个人 我反复看了三遍视频 终于发现一丝不同寻常的痕迹 刚想回复零九儿 下次换个好点的摆拍团队 第三分三十六秒 路口的凸面镜中 映出一个拿着补光灯的男人 还没来得及发呢 手机就被人凌空抽走 转头一看是诚可心 他铁青着脸 霸气侧漏 直接一通语音回过去 想不明白去死 知道西湖龙井多好喝吗 就是你这样的 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你不是心情不好 你是行情不好 明明廉价又百搭 却总以为自己是高级货 对完直接拉黑删除 还顺带举报不良账号 一套操作下来 我直呼溜 我被靠着沙发垂谋思考 零九儿是通过什么手段 得知这个号背后的操作人是我 回过神来才发现 诚可心正双手暴毙 气呼呼地坐在我对面 对上视线后 他瞪着我 眉眼染了怒气 咬牙切齿道 眼睛都快贴到手机屏幕上了 有这么好看吗 反复看了三遍视频 我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在找东西 他冷哼一声 手握成全 怒气翻涌直上 找自己丢在那狐妹子身上的心吗 我就搞不懂了 你们男人是不是都眼下 他这么明显在装可怜博同情 你们是完全感受不到吗 瞧瞧这生气的小模样 完全是长大版的一解墨 小时候因为他的凶悍 我经常离他远远的 现在都这个年龄了 明白诚可心就是个护短的窝里横 其实还挺可爱的 比他刻意扮淑女的样子可爱 心里怎么想的 嘴上就怎么说了出来 本来还插着腰骂灵九儿 狐妹子的他 刷的一下 脸就红了 急忙转过头 伸出纤细洁白的手 指了纸桌上的甜点 结结巴巴道 那个 你 你早点休息 最近看你没什么胃口 我刚才是过来送玫瑰丸子银耳羹的 我心头一暖 邀请他共同品尝 他却身子一颤 紧张得连忙摆手拒绝 背对着我 慌乱挪动螃蟹布 夺门而逃 关门时 我看见他羞得满脸通红 连耳根子和脖子都在发烧 窗外月色正好 我目光定在甜品碗里 那里放着一个粉嫩嫩兔子造型的小勺子 抬手 心情极好的挖了一大口放进嘴里 嗯 甜而不腻 唇齿流香 甚得我心 程可欣除了是世界五百强的高管外 还是越界知名小提琴手 周六晚上 他的个人演出结束后 现场掌声雷动 不少青年才俊仰慕者上前送花 都被他委婉拒绝 抱歉 我有一个从小就很喜欢的人 为了他我才回国发展 声音不大不小 刚好传进我耳朵里 他站在舞台上 穿着一件浅白色礼服 柔软的黑发披在慈白的肌肤上 在聚光灯下 全身仿佛发着光 那双满寒深情的眼睛越过人群望向我时 仿佛会说话般动人心弦 我们在街上漫无目的的压马路 程可欣难得浮现出小女人的调皮 唧唧喳喳地说了很多 还开心地让我牵着她转圈圈 路过一家国际高端珠宝店时 她突然开口 让我陪她进去选订婚钻戒 半个月前 我爸妈不知受了什么刺激 一个电话打过来 告诉我和程家的婚事已经敲定 择日订婚 刚进门 她就熟练地爆出一套珠宝的名字 让珠宝顾问拿来看 我敏唇轻笑 被她握住的手反握住她 并轻腻地在她手背上摸缩几下 她惊恶抬眸 如同多年轻目 守得云开见月明 终于得到我的回应 眼底竟瞬间蓄满感动的泪水 却在下一秒 看见端首饰上来的珠宝顾问后 笑容立马凝固在脸上 我狐疑地望着突然出现的灵九儿 她一身专业珠宝顾问装扮 脸上画着和初见时一样清纯精致的妆容 你怎么在这 灵九儿的目光不动声色地 掠过我和程可欣交握的手 微微一颤 随即迅速收起小情绪 柔轻似水地看向我 知道你和程小姐好事将近 我特意为你考了珠宝顾问资格证 在这家店守了好几个通宵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话里话外 似乎都在暗示 对我依旧情根深重 我假装听不懂 伸手拨弄了下 程可欣散落在耳前的长发 表明立场 本来还有些担忧 紧张观察我表情的她 眼眸瞬间无比精亮 点起脚 开心地在我脸颊上 飞快地啄了一口 红着脸 对脸色看起来不太好的零九儿嘲讽 多亏了你 跑去陈叔叔和阿姨面前装可怜柔弱 哭诉陈蓉如何爱你 他们担心你继续祸害陈蓉 快刀斩乱麻 当天晚上就把订婚的事提上日程 说完 零九儿的脸色更白了 程可欣解气地继续讥讽她 没有你 只怕陈蓉还没这么快明白我的心意呢 我得谢谢你啊 鼠目寸光的东西 零九儿憋屈的处在那 像受了天大的冤屈抖动着下巴 又死死咬住下嘴唇 连渗出血迹都没察觉 难堪地低下头 努力装作不在乎的样子 可端盒子的指尖 却因过于用力而发白 我听之认知 并没出手阻拦程可欣 零九儿竟然费尽心机 暗中跟踪可欣 并提前蹲点守在这 那这份侮辱 就是她自找的 认真地欣赏完一整套奢华宝石首饰 哥伦比亚祖母绿香全钻的项链 和同色系款的耳坠 手镯 完全符合程可欣落落大方的五官 和典雅的气质 我们都觉得满意 零九儿却掏出另一套首饰 卖力地推荐起来 两百克拉的五彩宝石吊坠 再一看有点像QQ堂 花丽胡哨风格 与零九儿本人倒是非常相似 零九儿比程可欣小六岁 她不服气地瞥了一眼 程可欣手上的祖母绿 寒沙摄影 程小姐手上那套虽好 却已经是好多年前的老旧款 陈荣怕是更喜欢 我手上这套最新款 年轻活泼 风格百变 每天都是新鲜感 谁听不出来她话中有话啊 这浓浓的茶味 灭火气来了都盖不住 程可欣不是吃素的 她先用锐利的眼神警告她 接着漫不经心 用手指敲了敲五彩宝石 一副看不上的模样 轻描淡写道 新款确实新 但成不了气候 毕竟没经历过什么风雨 一个空有华丽的外表 没有收藏价值的东西 拿来玩一下还行 可真正能上得了台面的 还得是经典款 气氛意识有些尴尬 众人都没说话 092面色微恼 刚想反驳 程可欣就转头看向我 老公 你说呢 周围的空气像冻结了一样 我有些震惊 她对我的称呼 却立马明白她的用意 伸手拍了拍她的手背 已是安抚 再宠溺地刮了下她瓷白的鼻尖 七管言般冲她轻笑 我和老婆一样 喜欢经久不衰的经典款 刷卡走出店门的瞬间 玻璃门上映出 躲在柜台后的092 眼圈泛红 低着头 像只受伤的小兽 可怜兮兮地望着我们离开的方向 不甘心地抹眼泪 订婚的日子越来越近 092愈发着急 几乎天天守在公司门口等我 为了避开她 这天我提前溜走 却在路上总觉得有人尾随 转头一看 又没有人影 正觉得奇怪 面前突然出现一张黑发披肩 凄凉惨白的脸 把我吓得差点原地去世 092这一身白衣 配上黑发 有种真子从电视里爬出来的机视感 她哽声 面带委屈地问我是不是在躲她 骨子里的教养告诉我要摇头 可嘴巴却清晰且坚定地说 对 不给任何希望 就是分手后对想复合的前任最好的态度 我做不到心理装着诚可心 却和092拉扯不清 快刀斩乱麻的同时 说出来的话难免刺耳 我们已经结束了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放下执念 才能迎来自己美好的人生 她却哭得撕心裂肺 拼命摇头 嘴里不断重复着一些奇怪的话 不可能了 我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摸索片刻 092掏出一个水晶吊坠 摸索着价值不菲的水滴形吊坠 她眼里满是怀念 我将视线从吊坠上收回来 冷声说 扔了吧 这个吊坠是我送给她的定情之物 当初顾及092的感受 特意送了这款让她看不出真假的钻 近七位数的吊坠 被092说成是地摊货 笑着扔进抽屉柜中 一次都没带过 知道我的身份后 092第一次反驳我 她小心翼翼地将吊坠户在怀里 拔高音量 满脸倔强地拒绝 不 我不扔 这是你爱我的证据 我无所谓的耸耸肩 拒拒扎心 可我现在已经不爱你了 以后也不会再爱你 放手吧 放过自己 没有结果的是 何必要抢球呢 092像受了刺激一样 激动又固执地朝我喊 我就要抢球 现在没机会我就一直等 一天不行就两天 三年不行就五年 十年 五十年 总有一天你会厌倦诚可心 总有一天你会属于我 我闭上眼 头疼地揉了揉眉心 太阳穴秃秃地跳 没兴趣跟她僵持 准备离开 她赶紧上前一步 想来拉我的手 却被我侧身躲过 就索性拉住我的衣角 像发疯的恶犬一样 咬死了不放 我没办法 心一横 直接连衣服都不要了 拔腿就跑 并警告她要是在骚扰我 别怪我手下不留情 灵九儿铁了心要追我 举着吊坠一边跑一边哭 我闪身躲进公园 一个跨栏的动作 利用身高优势 越过甲山河水池 将她甩下 灵九儿腿短追不上 眼睁睁地看着我一点点抽离视线 崩溃的摊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 由于情绪过于激动 竟没留意到吊坠滑落 扑通一声 没入水中消失不见 我还没跑远 身后就传来一阵惊慌的呼救声 快来人啊 回了家一进门就看见程可星 脸色冰冷地坐在沙发上 看见我回来 她气不打一出来 哟 还知道回来啊 我还以为你沉醉在 灵妹妹的温柔箱里 无法自拔了呢 则 这三个离谱的语气 看来是又误会了什么 我极力解释 只是凑巧碰到零九儿 却被程可星甩出的几张照片 枪得哑口无言 她一拳砸碎扫地机器人 首次在我面前展示 五力之暴表的一面 再对着霹雳啪啦 冒火花的扫地机器人 哐哐抽了两巴掌 又哭又撒地吹了吹手上的碎片 眼神透着谋杀轻妇的警告 忘了告诉你 我跆拳道黑带 我微微懦懦不敢吱声 想起她之前粉粉嫩嫩的勺子 有种零待遇 倒拔垂扬柳的割裂感 生气的女人怎么哄 轻她轻她再轻她 我把她摁在沙发上 快要轻秃鲁皮 她这才放我一马 小时候你不辞而别 我放你一马 现在你对零九儿余情未了 我还是放你一马 但你要记住 我是你未婚妻 不是放马的 哭 我一口水全喷了出去 捏着她的脸左轻轻 又轻轻 今天才发现 这个小女人怎么这么可爱啊 送走承可心 我开始研究偷拍的照片 照片是今天下午拍的 我人是刚才差点没的 分明是零九儿强行想拉我 却被我甩开的照片 竟在奇特的视角下 被拍成了我拉着零九儿往前跑 还有那张惹得承可心 粗意大发的亲密照 有人穿着我的外套 刻意摆拍出和零九儿 亲密依偎在长椅上的样子 我服了苦笑 没想到连装可怜求和 都成了她利用的工具 睡觉前 我收到零九儿 用陌生号码发过来的短信 陈荣 你能来今天我们分开的假山水池吗 我感觉我快要死了 水池里的水好冷啊 可没有你比起我的眼神了 我在水里泡了好久好久 四肢都被冻僵到没有知觉了 可怎么办 你对我这么狠心 我还是很想你 很想你 有了今天下午的前车之鉴 现在从零九儿嘴里 说出来的任何话 我都不信 四肢都快冻僵了 那怎么发的短信 用意念吗 说谎也不打草稿 真以为我是被她 甩着玩的大冤种呢 我拉黑她 并关机睡觉 第二天清晨一看 来电显示一个坐机 打过十几个电话给我 心里咯噔一声 难道零九儿真的出事了 正愣着 同样的坐机号 焦急地打过来 让我赶紧去医院 见零九儿最后一面 说她昨晚为了打捞吊坠 在水池里泡了整整一晚 虽然是大夏天 可她正来着月经 身子骨又弱 已经开始出现 意识模糊的症状了 我没来得及细想 拿了辆出租车 就往医院跑 却在喝了司机 递过来的一瓶水后 陷入昏迷 我被绑架了 劫匪和零九儿是一伙的 她坐在绑匪的大腿上 脸色惨白地 任对方上下棋手 还颇为享受的银河 而那满口黄牙的主谋 就是当初在夜店门口 检视零九儿的代价 事到如今 零九儿也卸下伪装 她面色不善地走过来 抬手给了我一巴掌 陈荣 我费尽心机追你 你却不识好歹 一次次无情拒绝我 还狠心让我在水里泡了一夜 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 我别过脸不说话 她却一脚蹬在我心口上 踹得又很又利落 冷哼一声 还真是硬骨头 今天就让你尝尝 什么叫绑匪 她丧心病狂地抄起桌上带血的刀 嘴里嘀吼着朝我冲过来 我头皮发麻 看着她越来越近 脚步完全没有芳麻 全身的血液几乎都快凝固了 绑匪却在看到这一幕后 对零九儿彻底放下心来 本来还扬言要割掉我一根手指 以足威胁的绑匪 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她高高向我举起刀时 慢悠悠地开口制止 留她一命 我们只求才不杀人 不知为何 绑匪说出这句话时 零九儿和我的表情如出一辙 悄悄松了一口气 她扭着腰肢 缓缓扑入绑匪怀里 对方小声嘟囔 吓唬人而已 怎么出一身大汗 她善善地吞了口唾沫 因为不明的眼神瞟了我一眼 还不是前几天被你折腾的 离开时 我留意到零九儿的异常 身子微颤 脚步一显得十分虚浮 像 病入膏肓的人一般 家里人当天立马取了五千万现金 送到绑匪指定地点 可打开袋子一看 竟只有五百万 气疯了的绑匪暴打了我一顿 好在是零九儿动手 打得架势虽然极凶残 却没伤到要害 大哥 陈家要求亲眼看到这小子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他们说只派一个女的来 地点随便我们定在哪 主谋看完照片 顿时一拍大腿立马同意 成可新来的时候 我眼里浮出一次痛色 立刻被零九儿毫不留情地一巴掌扇过来 打得我眼貌惊心 一看见娇妻就不老实是吧 再看挖了你眼睛 交易的地方选在一栋废弃不久的烂尾楼 最底层的安全网还没撤掉 周围人际罕至 全是平地 想藏个人比登天还难 我被吓了迷药 头昏昏沉沉的 被挟持着 在十几层楼高的边缘 随便一脚被踢下去 就会摔个半身不随 确定成可新是独自前来 王匪们立马露出淫荡的笑容 小妞 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但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条件 他们迎笑着逼近 目光满是贪婪 你陪哥哥们睡一觉 我们立马就放人 放心 哥哥们会很温柔的 说完 那只邪恶的手 就朝成可新身上抓去 我按道一声不好 绑匪一共有七个人 全是身高马大的壮汉 如果这时 成可新暴露自己的武力值 虽然可以自保 但我肯定会被推下去 摔成肉饼 可如果他现在不反抗 那还不如直接杀了我 我想让他走 可这些绑匪在来的路上下了药 现在我全身绵软无力 连抬胳膊都费劲 只能痛苦地呜咽着 让他走 别管我 他脸上闪过一丝纠结 身体分明已经抗拒到了极致 拳头钻得发白 却咬咬牙 强迫自己像个木头一样 一动不动地站在那 任由绑匪摸上了他的大腿 关键时刻 身边突然刮起一阵香风 灵九儿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 虚弱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 陈荣 你记住 这是你欠我的 什么 在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时 嘴里突然被塞进去一颗药 手上的绳子被他一刀割开 他拉着我飞快地奔向楼梯 眼看局势改变 陈可兴趁其不备 立马拧断其中一个黄毛的手腕 跟其他几人激烈打斗起来 与此同时 较远处的警察出动 我很想让手脚恢复力气去帮陈可兴 可解药的药效并没有这么快 只能手脚发软地被灵九儿拉着往楼梯口跑 不料被其中一人盯上 闪电般地拽着我 从楼层边缘处扔了下去 陈荣 陈荣 两声惊呼一远一近 陈可兴 原水解不了近可 虽然奋力扑过来 却只能抓到掉落的一角 千军一发之际 灵九儿突然凌空一跃 抱着我一起摔下十楼 冷风在耳边呼啸而过 坠落的那几秒 只听灵九儿欺然道 陈荣 我要你一辈子记住我 像在心中演练了无数遍 不过我推阻 迅速将我头部抱在怀里 为我挡下最致命的伤害 自己却摔在安全网上 被一根两指粗的外墙竹架 贯穿腹部 懊恼和自责仿佛恶紧喉咙 让我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和灵九儿一样 昏迷过去 醒来的时候 陈可兴告诉我灵九儿已经脱离危险期 但是她不幸感染了艾滋 仿佛凭第一声惊雷 轰得我体无顽肤 难怪那天她拼命摇头 说以后都不会再幸福 零九儿是为了救我 才身受重伤的 三天后她醒来 我极尽温柔 陪在她身边忙前忙后的照顾 半个月内 我让陈可兴别来探望 切与零九儿无话不谈 仿佛一对亲密无间的友人 到了我与陈可兴订婚的这天 她似乎也意识到什么 早早醒来 看我提前为她打好热水和餐食 眼里快速蓄满泪水 拼命压抑着自己的呼吸 不让泪水掉落 却在看见我在她病床前 放的那束灿烂玫瑰花后 鼻子一酸 强忍的眼泪立刻掉了下来 我握着她的手 轻声道 九儿 我该走了 她想笑着助我订婚快乐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也怎么都压不住自己的情绪 说出口的话词不成词 句不成句 最后只能无脸崩溃着 哭腔难意的祝福我 我静静地看着她 说了很多 她会得到四百万还清房贷 我会把她送到国外 接受最好的治疗 可以让她获得与正常人相同的存活时间 之后她不用再工作 我将每月暗示给她一笔生活费 养着她 这是我能为她做的最好打算 09儿渐渐平复了心情 悲气地冲我笑了下 我得到了很多 唯独失去了你 可陈荣你知道吗 我宁可你不要那些 只要你 她仓促地低下头 眼泪跌进被子里 阴晕出一朵朵泪花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 因为除了这些 她想要的我 我给不了 救命之恩 我可以竭尽所能地 用其他的东西还 但让我放弃承可心 取09儿 我做不到 我不能因为这份恩情 既娶了一个不爱的人 还伤了爱人的心 转身 我没有丝毫犹豫地 牵起一只手在门口的承可心 十指相扣 抬眼与她对视的那刻 我仿佛在她眼里 看到了全世界 阳光透过窗 照到她脸上 她炽热的眼眸 呈着比翼红春水 还要清澈的深情 眼底仿佛有星辰和大海 这便是爱情最好的模样 全文完 请不忘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